最近有一段关于白鹿在深夜里痛哭流涕的视频被传到网上,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视频中的白鹿鼻子通红满脸泪水,神情伤心。 从画面背景上来看,应该是在家中看电视剧。 在看到自己饰演的角色伤心抽气的时候,白鹿面对着电视机,竟然也潸然泪下,并且哭着哭着还停不下来,越哭越痛。 看起来受剧情影响很大,入戏颇深。 网友们在看到这段视频后,纷纷在下面留言评论,部分网友表示,他所演绎的哭泣的确非常的容易让人产生共情。 还称自己当初,在看这个剧的时候,哭得比白鹿还要惨。 另外,还有很多网友表示,这个剧情实在是太虐了。 也有一些网友称,他真是一个戏精。 今年的白鹿刚好26岁了,正是发展事业的大好时期。 他作为网红出身,凭借超高的颜值外貌,被人发掘成为演员,并且饰演了很多角色。 他用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,证明了他自己的实力,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。 事业不断上升,最近也有很多部新剧将要带给大家。 让我们共同期待白鹿,未来再给我们更多惊喜的作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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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